最新消息来关心 今天重机团体号召上千名的重机骑士 举办了国道安全还我路权的集会活动 包围了交通部进行城抗 也提出了三点诉求 而这个诉求呢 包括要依法开放大型重型机车行驶高速公路 还有开放重机得停放机车停车阁 还有废除有关内侧车道进行机车条文 今天杭州南路一段往北的方向车道 还有仁爱路一段南侧慢车道都实施这个弹性管制 也呼吁驾驶人要避开这个相关的路段 提前改道以免塞车了